朋友们好啊,谢谢朋友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啊,今天咱们在室外录一期啊 最近呢,有很多这个老哥啊,因为跟我这儿学习的人呢,四五十岁的人比较多啊 五十三五十五的,老哥啊,也都是当老师的,就问 说咱们战装也好啊,练拳修心啊,说如何修心,什么是心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,特别好啊,我想就心的问题啊,坦述一下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啊 首先啊,有这个人问,我这思想,我对世间的认知啊 我对语言文字啊,对世间的认知,说这是心吗 这不是心,大脑思维是一种后天的,为什么称为后天的呢 我举那个红绿灯的例子啊,红灯停,绿灯行 那如果我们把红灯小的时候啊,见红色称为红色 那如果我们小的时候一开始认知世界事物的时候,把红的叫绿色 绿色变成红的,那所有人集体意识都是这么认为的 那我们是不是就变成了绿灯行,红灯停了 所以